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300WINMAG 这是因为7.62星54M弹药 比美国常见的7.62星51毫米弹药 308 温彻斯特药厂 而300WINMAG 在射程和精度上都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SA集团决定将新枪口径确定为300WINMAG 最初希望通过对俄罗斯制造的Tiger 9步枪进行改装 来研制新的样枪 这是因为Tiger 9使用9.3星64Brand K弹药 理论上可以更方便改装成300WINMAG 斯特马格纳口径 但发现Tiger 9的枪管是通过类似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那样的挤压进铺方式 固定在机匣上的 而非标准SVD那样用罗纹进行连接 因此他们放弃之前的计划 而直接改装一支普通的Tiger步枪 由于没有了制造最轻半自动狙击步枪的任务 所以Vlasico选用了DTC公司 28英寸 711毫米重型枪管 扭矩为1 8.5 由于这种枪管并没有弹堂 所以Vlasico自行加工出弹堂 枪管根部外径为27毫米 保证了精度 枪管接近一半的地方 为了配合铝合金护墨 枪管进行了一些切削加工 外径为22毫米 同时在枪管上钻出导气孔 枪口前部是AAC双式形式退起 可以快速连接消音器 最终枪管长度为26.5英寸 673毫米 该枪的难点是回转闭锁的枪机 这是枪机与枪管的配合测试 注意枪管与机匣的间隙 除了倒气管之外 这是一根标准的扶制枪管 对提高音度非常有好处 这支枪最令人感兴趣的是 枪机不需要进行修改即可使用 300温彻斯特马格南弹药 这是因为尽管两者弹壳构造完全不同 一个位底员 一个位带式 但两者底部直径分别为 570和 532英寸 由于误差非常小可以通用 看看 没说错吧 不过弹壳还是被抓壳勾弄出一个伤口 这是因为 7.62星 540弯药的底缘 有一个向上的反角 这是新安装的倒气箍 该枪依旧采用SVD的活塞短形成自动方式 这是自动枪械精度最高的循环方 是 由于 300温彻斯特马格南弹药 要较长 所以弹壳舱需要根据新的弹壳标准进行调整 这是新弹壳舱与原来的SVD弹壳的对比 弹壳舱内部也经过修整 安装上 300温彻斯特马格南弹壳 非常合适 这是装弹壳进行测试的情景 这种聚合物弹壳 其实就是Tiger9使用的 尽管口径不同 但可以装上 300温彻斯特马格南弹药 不过在后面的测试中 发现这种弹壳存在不足 只能装填四发弹药 如果装上第五发弹壳横向就会膨胀 影响弓弹可靠性 SA正在改用AICS弹壳 并重新对弹壳舱进行修改 护墨和上机壳盖是整体的 上面有皮卡听尼导轨 可以满足串联安装瞄准镜和各种附件的需要 上机壳盖通过内六角螺栓固定在枪管连接块上 这样皮卡听尼导轨与枪管形成刚性连接 使精度得到保证 这样SVD的击峡盖还保留在上面 便于维护和保养 而倒气孤也是外露的 这是安装下护墓的情景 上下护墓都固定在枪管连接块上 而且相互有通过螺栓进行连接 护墓有五台KMORG通用接口 便于安装各种附件 骨甲型铝合金枪托 枪托底板和贴塞板 都可以调整位置 采用MATPO小握把 这支样枪发射了600发弹药 其中包括70powder 67格令弹药 和APU SNR20格令弹药 出 速为870米每秒 使用NAPUF装弹药匙 250米精度为1MOA 请不吝点赞好 请不吝点赞 讨厌 鲁 撞 讨厌 上巴 胆子 您是需要1个小环 参与领 鲁 刚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